好,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這個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當中 比如說現在有四個好朋友 有四個好朋友出去玩 然後在玩的過程當中 大家輪流付錢 輪流付錢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不要說當總務的那個人 身上帶了一大堆錢 但是他會壓力很大的 所以每個人平均去分 什麼收出一些錢出一些錢 這樣子就是比較不會有壓力 這是一個好處 但是還有第二個呢 今天大家分擔的時候 他的麻煩度就增加了 而且你會覺得說 有麻煩度會很複雜嗎 你只要把所有人的錢全部加起來 把所有人花的錢全部加起來 除以四個人 因為這四個人這樣就OK了嗎 有這麼簡單嗎 來各位看一下其中這邊的例子 比如說呢 在第六條當中 只有兩個人 買書 然後這個支出 你會不會覺得 那很簡單啊 他們這兩個人支出的 他們自己各付各自的錢就好啦 但是呢 去這邊買個咖啡 三個人點咖啡 一個人點了25元的飲料 價錢又不一樣 再各支出 那乾脆你從頭到尾 每個人都自己吃到什麼 然後大家這樣出錢就好 可是你每一餐 每一個住宿 大家都一開始在那邊拿錢出來 找來來 大家分一下多少錢多少錢 不是很麻煩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這裡有很多 前面當然這幾個都是大家錢 比如說旅遊平安險 大家都一樣的 住宿當然大家平分 大家住的房子都 那個房間的情況都一樣 一樣的 這種都大家是 直接處理室都很簡單 但是像這種就是 只有兩個人買 這裡四個人點的東西不一樣 然後呢 那個什麼 那個 比如說 吃宵夜 也只有兩個人吃宵夜 然後呢 到最後又在某個地方 買那個吃的套餐 大家點的又不一樣 這種東西要怎麼算 比較好 所以這個現在教各位 來怎麼做記帳房 首先 現在有四個人 林志玲 沈旭 周杰倫 活配成 所以要怎麼做呢 來我們一個Excel 我們就把那四個人 比如說呢 輪流 比如說林志玲 摳起來 Ctrl C 然後假設我從這個C來開始放 林志玲 然後呢 延程序 放在D 然後呢 周杰倫 放在E 然後呢 再來 侯配成 放在F 有沒有 這樣就出來了 好 接下來呢 該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這邊設1 第一筆 第一筆 然後呢 第一筆是什麼 出發前的旅遊平安賢 我把重點寫出來 旅遊平安賢 的字 我也可以這樣縮小 放一邊 比如說旅遊平安賢貼過來 這邊放長一點 好了 旅遊平安賢 我現在要教各位怎麼打 現在旅遊平安賢是誰出的 林志玲出436 怎麼寫呢 來看喔 林志玲他出的 請打 負436 我請各位要這樣子寫 然後呢 接下來 馬上做他的結果 他要評分這個錢 怎麼評分法 來看喔 首先 第一個 先取公式 這裡是負的 我現在這邊 大家出的 要取成正的 正的要怎麼取呢 跟各位講 數學式有一個叫做 絕對值 絕對值 那叫做 就是 絕對值 什麼叫絕對值 就是把負的 變成正的 正的還是會是正的 要了解嗎 這叫絕對值 所以呢 絕對值是什麼 叫做 A B S A B S 他的全名叫 Absolute A B S O U L T S O Absolute L U T E A B S O L U T E 絕對 絕對的意思 所以 A B S 然後呢 開始尋找 A B S A B S 這邊我把它選全部 去找 就找到A B S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A B S 就是絕對值 取誰的絕對值 應該是 其實我們只要選這個的絕對值就好 但是我們為了後面的公式著想 我建議各位 這邊應該是 我先這樣子 我一個一個來 我先把這邊 我先要做一個公式 先看喔 對不起 我先我們常用的公式是SUM 有沒有 我們先用一個公式SUM 把這邊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而且呢 請把欄位固定住 欄位固定住就好 列不要固定 請固定欄 不要固定列 你 這樣是不是加總 好 欸 對不起 這邊怎麼又是A B S 重來一次 我重做一次喔 是這樣子 我先用SUM SUM 然後呢 把這邊 加起來 加起來呢 把那個什麼 把欄固定住 藍固定住 藍固定住 有沒有問題 等於 等於 欸 怎麼跑到這一個來 沒關係 不重要 然後呢 把這個 剪下來 好 然後這邊刪掉 我應該在這裡 再去跑出公式 就是那個A B S A B S裡面放的是 上這個公式 最後 再除以4 然後 拉過來 有點複雜 我跟各位講 因為齁 我不太習慣直接去按這個 我的做法會是這樣子 我重新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做法是這樣子 我先把這上面的核 四個的核 加起來 所以應該是等於 SUM 我可以這裡就可以先選 四個的核 加起來 然後別忘記喔 四個的核要去 固定住 藍 固定住 藍 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 這個核 加起來還是負430 這四個 加起來負436 沒有問題嘛 接下來我再繼續改公式 A B S 就是把它取成絕對值 這樣是不是就會變正的 有沒有問題 你看喔 我一個一個加喔 是不是變正的了 加完之後 因為要平分嘛 四個人平分 除以四 所以 再拉過去 是不是109 好 有點問題 我再加第二項 給各位看 2 來 我再做第二次 第二項給各位看喔 2 前一碗花蓮 第一碗花蓮的住宿民宿 花蓮的住宿民宿 然後中間的那個痘點可以去掉 好 定金 是2000元 零至零出 所以呢 這裡 我是負2000 那也是一樣 這個價錢是不是四個均分 所以呢 這裡應該是什麼呢 等於 上 我先把它加起來 加哪裡呢 這一排 這一排 這排是 C4 到 C F 到 F4 C4到 F4 所以 我直接用選的就好了 C4到F4 然後呢 別忘記 把欄固定住 把欄固定住 對不對 OK 刮固 別忘記加了 有沒有 這本來是很正確的公式 加起來是負 2000 我要取絕對值 所以我在上的前面 等於的後面 ABS 對 然後別忘記加刮固喔 後面也要加一個刮固喔 這樣就是絕對值 2000了 然後呢 一樣 再多除以一個4 平分嘛 再把它拉起來 500 這樣可以嗎 這樣各位會做嗎 我再做一個喔 我再做一個喔 再把第三個 第二碗的南投住宿農場 定金也是2000元 也是0至0出的 也是一樣 把豆頂去掉 3 好 負2000 等一下喔 負2000 然後接下來要寫公式了 我跟各位講 剛才我之所以 隱藏了這個公式 寫說 固定欄 固定欄 有個好處是 其實我把這 底下這個 有公式的 選起來 或者是這邊有公式的 選起來 都可以 Ctrl C 到這裡 Ctrl V 貼上 就OK了 我設這個公式 這樣子設 然後固定欄 而已 不固定欄 是有它的意義 因為你看喔 我到這裡公式這邊 C6到F6 是不是就這一個 C6到F6加起來 然後去平均 來我再做第四個 再給各位看 因為至少第四個不同人出了 出發租車子 三天費用 這是第四筆 我再做一次喔 這是第四筆 對不對 這時候是 延程序出 一萬四千四 所以這個地方 出錢的 要用 負 一萬四千四 然後這裡 還要打什麼 SUM 多少到多少 然後ABS 取絕對值 然後再除以4 很麻煩 我把這個公式 看你要扣這一排 還是扣這一排 還是扣這一排 都可以 你看喔 我把這排選起來 Ctrl C 然後到這個地方 Ctrl V 每一個人 三千六 你自己算算看 三千六加起來 是不是 一萬四千四 OK 來 到這個地方為止 各位可以開始做 好不好 至少先 要請各位做到 至少 把第五項做完 那等一下我再講 第六項怎麼做 因為第六項開始 不是全部人均分了 那怎麼做 好 先做到第五項 可以嗎 好嗎 好嗎 好嗎